阿玛德和纳西尔勇 这个目前拿下17连胜 而且是从3月全英公开赛开始 这没有输过球的一个组合搭档 想不到今天碰到的同胞对手 Kido和Pia 而且是一个没有看过全新的一个混双组合 然后现在第二局 现在是7比11 4分的落后了 对 就是我们刚刚 因为你在Kido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混双的转向球员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 反正我就是抱着玩 我能够打多少我就打多少 但是谁叫他一关一关的被他过来的 甚至于打到这个前八强 但是他本来就是既有一个 非常好双打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先手 所以他要来打混双并不困难 但是他又是说 反正我就是跟你玩 但是他在玩的这个当中来说 反正他可以随性打 我输赢对我来说 对我的排名根本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相对的 阿希尔跟阿玛德 他们两个打了之后 就有一点绑手绑脚的 对 心里的负担压力也比较大一点 你看现在两个人的表情 感觉都是打得很闷 完全摸不着头绪的感觉 那其实皮亚也是女双的选手 所以其实在搭配双打 所以说两个人都没有太大的负担 这次中午哈玛德强到了往前的机会 第八分拿下来 不过现在第二局也仍然还有五分的落后 很难想象喔 踢头和皮亚两个人的世界排名 只在第622位 这样子排名的选手可以在 顶级杯超级系列赛 前进到前八强 几乎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而且现在面对世界排名第三的对手 打得是完全不逊色 怎么 too 这个手打的 四月 成熒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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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被Kito给抓到了 对 他们的那些抢在同一边 这样就不难想象为什么陈红霖和陈文兴 会被对手给直落二 通常第一次遇到这个组合应该打起来都蛮傻眼的 对 而且感觉那个今天那个阿玛德跟阿西尔打起来是绑手绑脚的 对 现在双方的差距拉开到了八分 这样的局势跟第一局完全是两个一样 这个球是发球犯规 超过腰部 击球点超过腰部 你能看到画面在右手边的发球胜做出发球犯规的一个手势 你多的一个防守功力相当的好 也是就像既有气势的连三板的攻击 这一球最后由纳希尔这边一板针对Kito的精神攻击 操得很辛苦 不过终于拿到第十份了 不过可以看到Kito的一个球场上的一个表演功夫也是十足啊 那来看到这个球迷 应该是帮Kito和皮亚加油的球迷 对 如果是纳希尔跟阿玛德 他一定会很开心地摇拉拉棒 是 不过刚刚这一球在Kito和皮亚这边的防守已经够精彩了 对 阿玛德和纳希尔连赶两分的情况之下 现在追到六分的落后 来 这个球太轻了 这个阿玛德这个球太轻了 今天阿玛德感觉打起来很闷 对 事实上是今天看起来也没什么攻击的机会 是 虽然第一局获胜 但是事实上第一局是纳希尔在往前处理得非常好 今天感觉他完全是被Kito给刻住了 哇 这一次朝着阿玛德的身上做进攻 虽然双方都是印尼的 组合啊 但是这一球打得够凶猛 而且打得他几乎连散都没办法散 好确哦 打中头部啊 刚好是打到头部了 不晓得是不是其实在场下 自己下 有些过节是怎么回事哦 这一球最后是让皮亚没有办法被打倒在地 18比11 不过刚刚这一球可以看得出来 阿玛德和纳希尔还是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才能够真正的攻死对手 其实感觉纳希尔的表情也蛮无奈的哦 感觉好像在剪辑路上被杀出了一个陈咬金的感觉 对 当然场边的印尼观众看得一定非常开心 那当然啦 双方都是印尼的组合 而且看到有这么好的一场表演赛 是 对 因为有Kito他这种随性 还有这种我大概就是无所谓嘛 是 反正我 如果我们台语来说 我们台语来说我就是来乱的嘛 好 就来乱乱看可能看到什么情况 对 好 这是针对皮亚的晋升球攻击 射到效果 所以今天比较少见到阿玛德的一个 初拍的得分 现在场上的比数是18比12 现在场上的比数是18比12 那么取得领先的是Kito和P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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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可惜 那刚刚可以肯定她们 那刚刚可以肯定她们 是是是是 这个球迷的确是Kito和Pia的球迷 对 对 三千 哇 那今天阿玛德真的是相当的门 这一把很好处理的球自己有打过我 Pia的防守攻也做得很 哇 而且两个人越打气质越好 好 是阿玛德和那阿西尔这边 真的蛮沮丧的 对 已经最近 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输成的滋味了 对 很难得被打成这样 而且是被Kito跟他打得这么闷了 没错 20比12 现在反而是Kito和Pia她们的绝点出现 对 对 那这个球那西尔也是 可能那西尔他在打这个球之前 他不是想要打那个地方去 但是因为突然间这个球转到那个地方去造成是Pia也很苦难 怎么会打到我这里呢 忽然没有办法来做回应 对 现在还是有七个局摩点 在Kito和Pia这边 还是占有绝对的一个优势 现在相当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搬到 第三局 变成第三局 Pia 又是一个比较轻易的失误区 对 让阿玛特和那西尔连续两度的救回局摩点 阿玛特这球真的是有点夸张 怎么会自己把球打出界 而且是离谱的出界球 对 这个球应该跟她自己的妹妹好好盗窃一下 再来看到 对 那这个球事实上她是在玩 而且其实 对 阿玛特已经整个摔出场外了 在这一摔摔得不轻啊 而且要撞到这个 发球神 哇 感觉好痛 希望没怎么样 自己打出一个离谱的失误球 阿杰森爆头 现在主要来看到阿玛特刚刚的一个撞击 感觉有撞到脸部 应该撞得蛮大力的 的确 对 今天打得已经够闷了 那现在场上的比数是20比15 还有五个局点 记得我看看 比较这边 看起来 阿玛特刚刚那个撞击 现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应该不会有问题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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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球有点可惜 相当可惜 有莎玛德基德回球过往 那这么一来 让Kito和皮亚在这一局 是以21比15 又搬回了一城 也代表比赛要进入到第三局